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自学区录制的C元视频教程 本节课是C元的第13课,C元之while循环语句 那么循环的意义是什么呢? 循环就是减少不必要的代码 比如说我们重复的一句代码,相似的代码 那么就可以用循环语句来代替 一两句代码就能代替很多很多代码 那么我们可以写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简单的 我们想输出一到一百个数字 那么我们如果说平常的话 我们想输出一,二三四五,一加输出一百个 那么这样就会,这些就没有必要去那么写 因为这样的话代码很长就显得整个代码就不美观 那么我们写的够累 所以说我们这节课就讲解循环 那么这就是循环的其中一个意义 那么我们的循环语句怎么使用呢? 可以看一下 循环语句的使用很简单 well加条件 然后加循环体 条件满足就执行 然后直到不满足 然后就退出循环 继续执行下面的 那么比如说我们来看 我们比如我们想输出一二三四五 一直输出到一百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用循环语句 well加条件 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当满足的时候执行这个 那么我们可以定一个变量 整形定一个i 然后等于等于1 然后在里面的话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条件 当i小于一百的时候 都就执行循环体 那么当i小于一百 从一开始 然后循环里面的时候 每执行一次就加一 那么就是i加加 就循环一次加一 第一次是一小于一百执行 第二次二小于一百执行 一直到第九十九小于一百执行 然后一百的时候就不执行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输出一下 pn输出 加个逗号 这样 加个逗号的话就是每个数之间有个逗号隔开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编译看一下 好 编译出来 我们运行 它就一直输出一到九十九 那么我们这一个小于等于就可以了 等于的时候也让它输出来 好 就输出来一到一百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写了这么一点代码就实现了 比如说我们输出一到一千也是一样 那么只要加一个零 那么就可以输出那么多 所以说我们循环就会非常简单 我们的写代码的一个代码量 就不用那么累 那么这就是well循环的一个简单使用 第一句个关键词well 然后括号 括号 里面是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等一下我们会讲 这里面条件满足条件的时候 然后它就会执行 如果说我们这填一个 这个条件永远满足的话 它就一直会循环 就是一个叫死循环 这里面就执行的代码 那么每一次满足条件 它就执行这个代码 执行一次我们的爱就变化 加一次 总有一次它会不满足条件 它就停止了执行 然后结束整个程序 那么这就整个程序的执行过程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条件 条件呢 我们看 条件运算符 那么在C元中 条件运算符中 有个大于小于等于 还有个不等于 那么我们今天就先学这四个 大于呢 就是很容易 就是说左边的数大于右边的数 它就是为满足条件 就是真 像这个 I现在是1第一次运行 它是小于等于 这个它就是满足条件的 如果说我们改成大于 大于等于 那么它就不满足条件了 那么我们这添加几个 小于等于 大于大于等于 那么就这样 这么几个 今天这课就学这么几个 那么这些都是条件 满足条件 它就继续执行 条件都 条件它都是放在这个地方 判断的时候就判断这个 那么这几个条件大家去试 还有这个很容易写错的一个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当I等于 等于1的时候 应该两个等号 比如说I I等于1的时候 执行 那么等于 这样的话就行 那么有时候呢 大家可能会写成这样 这样呢 它就是一个死循环 因为它一直复值 一直是 是1 那么这个值给多少 它就是多少 那么就是1 那么永远都会满足条件 就是一个死循环 这样 那么这样就 编辑也不会爆错 所以很难找出来 那么就可以 可以要写两个等号 所以这点要注意 这叫两个等号和一个等号之间的区别 那么我们看 今天的东西呢 就不多 那么就讲这么些 那么课后呢 再去熟练一下外语句的使用 然后下节课 我们来讲一个另外一个循环语句 那么和这个循环呢 是有一点不同 那么循环语句还有好几个 那么好 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